中文大學 鼓勵同學積極走出校園 體會不同階層的生活面貌 日夫書院的同學 就選擇去塔門探訪 以及服務當地的一班長者 並希望由他們的伸場 了解塔門的歷史和文化 黃爸爸 黃爸爸 我們是中大人 這幅是這幅 我們這個計劃在三、四月 都來過探訪三次 對於我這次再來 我很開心 有些伯伯和婆婆都認得我們曾經來過 他們都非常開心 我們再次去見到他們 當時我們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 看了一個電視節目 中間又說到塔門島 我們看到塔門島上一些 那些漁民旅人家和客家人 他們的子女有出去露地上做事 我們上去探訪那群旅人家 都看看塔門是怎樣的一個小島 這個活動就這樣開展起來了 之前聽說他們上年有做過健康檢查 其實我都覺得這個挺必須的 因為聽到姑娘說 其實這裡的長者很多關節都有事 如果可以用到我自己專門學的知識 或者和一班藝術的同學 一起來做健康檢查 其實我覺得都很好 平時生活在城市 人們可能生活自作非常緊張 可能很多煩惱或者憂慮 其實我可以看得出 那些老人家其實心境很開朗 不會想得那麼負面 可能一個環境的因素會影響 所以我覺得我們作為城市人 可能要學一下這些老人家 他們的心境 很多人去其他國家做義工 我覺得在身邊 這麼近大學的塔門 都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人 我想多些人知道這件事 還有可以多些人來幫助這班老人家 我們開始搞這個活動 去對象阿秋一個簡單的想法 我很驚訝的是 原來一個很小的想法 可以像滾雪球一樣 越滾越大 但我都很希望師弟們 可以繼續去關注塔門 聽公公婆婆說他們的故事 做到越來越多的事情 可以實際地去改善他們的生活 日夫的同學 將愛心傳送到塔門 而由音樂系同學發起的 MOTIFIC 樂棟豉遊 就和香港盲人輔導會合作 期望透過音樂和聲音 帶領視像人士 去到世界上不同的角落 MOTIFIC其實是想透過音樂 來帶視像人士去旅行 除了視覺和聽覺之外 我們亦想透過多方面的感觀 包括臭覺、味覺、觸覺 務求可以有個全面的感觀上的旅行 大家一起吧 今天這個講座 是希望通過一些錄影片 和我自己去古巴的親身經驗 和他們分享 讓他們試試當地的飲食 試試跳舞 試試唱歌 用藝術上不同的元素 去感受古巴 搞得很好 因為我們小朋友 其實去旅行 說真的 我們去到看 其實是看不到什麼 是靠聽 知道從中的情況 我覺得很好 還有很有心 那些同學 我去完古巴 我都很想把古巴的所有事情 告訴朋友 因為古巴 如果你未去過 你可能對它會有些誤解 可能視像人士 就更加難接觸到一些資訊 然後我這個小師傅 是街上不認識的師傅 他就叫我不太會跳 不要看他們跳 我們自己跳 好嗎 很開心 今天觀眾 都很熱情 例如叫他們 嘗試參與不同的部分 特別唱歌 跳舞 他們都很不害羞 都直接參與 所以我都很開心 右左 左 右 騰 左 右 左 很可愛 可以接觸到他們的音樂 有一位同學 真的完全把他的旅遊心得 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都好像去了一次古巴 上次的印度 他即場有一些宗教人士 教我們唱歌 他一直彈 給我們欣賞他的樂器 他也介紹當地的文化 和食品給我們嘗試 真的好像去了一次旅行 Venus Kelumi no Toto Meso 可能我們對這個世界的一些感受 他不會因為我們感官的缺陷而停止 所以我都很認同Motivate的理念 就是視障人士他們都有權利去享受 例如世界各地的文化 而我覺得音樂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希望下次可以用二朵去日本 我很想去土耳其 在服務視障人士的同時 Motivate也為義工同學 安排不同的培訓 包括口術電影工作坊 令他們更加了解視障人士的需要 視障的朋友 因為如果沒有口術影像 他們只看電影 他們未必明白 我們就要在不回答聲 不回答聲效 和盡量不要回答歌的情況下 形容一些視覺元素 給視障的朋友聽 就可以令他們更加明白一部電影 地上有一灘血 警察封鎖單位調查 一個住客拿著行李 急急腳想離開 包租婆在後面追著 口術影像對於視障人士來說 是真的很重要 因為講那個人 其實就是視障人士的眼睛 如果可以透過跟他們說 形容整個場景 他們就會知道更加多 究竟周圍發生了什麼事 比如說他可以提醒到 一些視覺上忽略了的情節 Motivate他是以音樂出發 通過音樂的角度 來幫助這些視障人士 他們每次的活動 我覺得他們都非常用心的設計 而且比如說讓我們感受 視障人士在黑暗中的生活 還有去盲人輔導或做義工 先讓我們了解這個群體 然後讓我們知道 應該要怎麼去幫助他們 我經常都覺得地方就是 每一個人都是有重要性的 都是獨特的 無論他是殘疾或是普通人 而我相信人生命都很少 但可以生命影響生命 而這件事也是我做Motivate 一個最大的信念 在認識社會的同時 相信關懷以及服務的種子 已經深藉於中大同學的心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